無色覺醒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峰 又到了禮拜五在這邊 大家歡聚一堂談天下事 今天我想有很多的話要跟大家來分享 第一個就是談台灣內部 台灣內部現在有一個事情 是非常大家非常引緊在期盼 我看到中平網 有一篇算是我的老朋友林玉芳 他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說這個侯友宜 謹慎平淡如開水 所以喝了最健康 沒有錯開水喝了 開水喝了是很健康 但是我剛剛來的時候啊 因為今天情況特殊我沒有開車 我就搭了一部計程車 那計程車的朋友 他一看 你是王先生嗎 我說是啊 那他就說啊 他就跟我開始聊 他說現在台灣的這個情況啊 政治人物啊 尤其是要選總統的人 要把破例拿出來 要講出一個讓老百姓 聽裡面這個心裡面聽了 我覺得非常 执重要害 講重心裡話 而且 為政者一個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講出 台灣的問題之所在嘛 當然 我也認同林玉芳 某些 這個文章裡面說的觀點 投友宜謹慎平淡如開水 喝了最健康 不要講一些太極端的話 這個我是認同的 但是我們如果談到 論述問題 一個政治人物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要有論述嘛 在台灣現在不是太平盛世耶 剛剛那個計程車司機那個問獎跟我講 現在台灣那麼亂 我們需要有一個人站出來 講一些話安定民心 給老百姓一個希望 一個夢想 政治家 政客 最重要的是什麼 為老百姓圓夢 為老百姓提供一個夢想 一個理想 那所以一個政治人物 如果你要出來參選 尤其是參選領導人 參選總統 那這樣的位置跟 新北市長跟台北市長 地方首長是不一樣的 地方首長 他是為了地方建設 可是你要當一個領導人 你要選總統 你要提出你的大政方針 什麼是大政方針 論述 兩岸的論述是什麼 國際的視野是什麼 這個要講出來 不能講一半 含一半 吞一半 吐一半 這樣子老百姓 用台灣話講 不知道 你心裡面想什麼 不知道你要帶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到哪裡去 所以 現在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論述的問題 當然九二共識 非常重要 九二共識 大陸一直在強調 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是我們的定海神針 什麼是定海神針 可能很多的人 還聽不懂什麼叫定海神針 簡單的說 就是大海當中要航行的話 一定要有個羅盤 一定要有個指南針 兩岸關係 最重要就是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非常可惜 非常遺憾 在李登輝 在民進黨 包括陳水扁 蔡英文這個執政的 十幾二十年當中 被徹底的污名化 被徹底的污名化 那其實 侯友宜 他只要 很清楚的 很簡單的 去 把這一個 被污名化的 九二共識的觀念 還有他的精神內涵 還有他的實質重點 化繁為簡 把複雜 把複雜的問題 簡單化 那怎麼做 最簡單最容易 最一針見血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認同我們是中國人 我在這邊節目上 無色覺醒的節目上 也不知道講了N次了 其實我覺得 島內台灣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國族認同問題 國族認同 國族認同錯亂 尤其是教改以後 90年代接受教育的小學生 中學生 這一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他的國族認同 跟我們這一種 1950年代出生的 在台灣的 同胞 國族認同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會不一樣 因為他們受的教育 被整個扭曲了 被整個曲解了 那所以 侯友宜 你只要認同 我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像我 我在任何地方 不管是 私下的場合 公開的場合 在直播的場合 或者參加節目 或者私底下 跟朋友聚會 我都說我是中國人 當中國人 是一件光榮 亞片戰爭以後 在滿清末年的時候 當中國人好像覺得有點丟臉 可是 我們打了八年抗戰結束以後 1949年大陸 毛澤東主席說 中國人 中國人民站起來 中國人民站起來以後 然後大陸改革開放 台灣也有經濟奇蹟 蔣經國先生有十大建設 大陸改革開放 一直到現在四十多年 和平崛起 當中國人 是驕傲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台灣這個社會 我兩岸來去 經常去大陸 台灣有很多的優點 台灣有很多的缺點 大陸一樣 大陸也不是說百分之百完美 世界上人間 沒有一個地方是百分之百完美的 但是大陸的大方向 它是正確的 它是要走向和平崛起 然後國家的完全統一 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個是一個非常正確正面的 方向跟發展 所以當中國人是非常驕傲的啊 而且我們要提醒現在的政治人物 包括侯友宜 講我是中國人 我們都是中國人 兩岸都是中國人 合情合理合法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 講得非常清楚 中華民國憲法 它的領土疆域是包括大陸哦 對岸的憲法 它的領土疆域是包括台灣哦 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哦 所以這樣講起來 兩岸都是中國人 合情合理合法 我是中國人 也是合情合理合法 對不對 也是符合歷史的規律 我的父母是來自大陸 我不是中國人是哪裡人 侯友宜或者是任何一個候選人 在台灣地區長大的朋友們 哪一個不是祖先來自 唐山來自大陸 所以深 所以如果聲明或者說是公開的場合 來講我們都是中國人 其實就是邁向九二共識的一大步 啊 那所以我覺得兩岸 論述的事情其實不是那麼複雜 是很簡單的 啊就是你只要認同台灣跟大陸 大家都是中國人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那這樣子 就是符合九二共識的核心精神內涵 這樣子的情況 慢慢的就可以走入一個心靈契合 然後兩岸自然而然就會化暴力為祥和 然後和平繁榮 然後步入未來的統一之路 統一也就水到渠成 這個是我的一個看法跟觀點 那我也看到今天我也看到有幾篇文章在這邊分享 那攝影大哥麻煩 take一下我這個畫面上 我這個畫面上 我主要是給大家看一下 蕭旭成也是我們的朋友 他是馬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幹部 那他在中評網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說何友宜在九二共識和馬英九沒有其見 換句話說 這個蕭旭成蕭兄啊他是說 何友宜他不可能不認同九二共識 他是認同的啊他是認同的 但是呢就正如林玉芳所說的啊 這個林玉芳 林玉芳兄啊他說這個 侯友宜謹慎平淡 如喝白開水 但是呢白開水喝得最健康 因為他太謹慎了 所以呢沒有把 論述明明白白 像我王某人一樣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表述出來 可是呢話又說回來 一個政治人物 行不改名做不改心 就應該坦坦蕩蕩 把你的論述 四平八穩 然後呢光明正大 大聲的講出來 我們以前也講過啊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有那麼困難嗎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就是兩岸 有共識的第一步 就是九二共識的第一步 也是九二共識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啊 當年九二年 兩岸之所以會坐下來會談達成共識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基礎 一個基礎就是 雙方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雙方都認同大陸跟台灣 都是祖國的一部分 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才會坐下來嘛 如果是兩邊都說 你是你我是我 你是你的國家 我是我的國家 兩國論的話 就不會坐下來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九二共識 並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 那 蕭蕭旭成 蕭兄啊 他說啊 這個侯友宜 你自從五月十七號獲得國民黨提名參選 2024以來 從來沒有講過九二共識四個字 然後呢 六號呢有媒體指出 侯友宜會找出一個論述去解釋 九二共識不一定非得提及這四個字 那蕭旭成在接受中平網訪問的時候就表示 九二共識其實只是一個名詞 真正的意涵就是侯友宜現在堅持提出的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是中華民國 正是所謂一中各表的這個精髓啊 那蕭旭成他也說 九二共識寫在國民黨的政綱 換句話說你是國民黨的總統的候選人 然後九二共識又寫在國民黨的政綱 所以呢 侯友宜既然是國民黨提名的人 不可能不去遵守這個國民黨的政綱 也就是九二共識 好那這個事情我認為 不是問題啊只是說 他很謹慎 他很謹慎我們只能這樣一個解讀 那另外有一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謹慎 就是說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他的論述呢 最近不能說論述 至少他的講話被批判 這個人就是我們知道的 柯市長柯前市長柯文哲 柯文哲他就是在講 關於這個釣魚台的這個事情 柯文哲在講釣魚台的事情 但是柯文哲講釣魚台的這個事情 我認為呢 就稍微失去了 失焦了 為什麼說失焦呢 我認為如果柯文哲今天只是一個市長 或者他是一個市長的候選人 他就講這些話 那可能呢 失分還不會太多 但是 他以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去講這個話 那這個失分就非常 非常大 那 柯文哲他在接受日本的媒體NHK專訪的時候 講到釣魚台議題 他說不要一直為了主權 讓台灣的漁民不能捕魚 那這個就是非常嚴重的失誤 為什麼呢 沒有主權 漁民憑怎麼去捕魚呢 啊 換句話說 我不是這個房子的主人 我怎麼住進來呢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思考的一個問題 今天 我們的漁民到釣魚島附近 到釣魚台附近 釣魚台附近去捕魚 他名正言順為什麼呢 因為釣魚台釣魚島 是中國的領土 是中國的神聖領土 哪怕是進入他的領海的範圍 他也是合情合理合法 那 柯文哲的意思就是說 漁民重視的是捕魚 所以他不是為了那片土地 那講這個話 就有問題了 講這個話就會有問題 這個問題是出在什麼地方呢 萬一 我們說萬一 柯文哲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的話 那 後來 他要怎麼做事 日本就說 你自己講過啊 你在 你在參選的時候 你講過 是漁民在乎捕魚啊 不在乎土地啊 那你為什麼那麼在乎土地 那這個主權顯然就不是 顯然就不是中華民國 顯然就不是中國啊 顯然就不是中國的這個土地啊 所以準確的講法 我的看法啊 就是釣魚島 釣魚台 本來就是中國人的地方 主權 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這就是中國的地方 這就是中國的領土 釣魚島就是中國的領土 當然台灣的漁民大陸的漁民 都可以去那邊捕魚 是屬於中華民族的地方 主權 完全沒有任何的疑問 所以 柯文哲在NHK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的答案 不能 這樣子 好像讓人覺得 有一點點失去了他的分寸 既然是主權 既然主權 釣島的主權 是中國人的 當然台灣的漁民 有權利去那邊捕魚 但是 釣魚島的主權的問題 跟漁民去釣魚的這個權利 這個層次差很大 我們要強調一點 就是一個國家的領土 它有包括國家的尊嚴 有包括國家的利益 有包括地緣政治 還有一個就是 一個事實 一個歷史的事實 釣魚島 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你怎麼可以說 這就是漁民要去釣魚 那至於說土地 那我們不管它 那如果講這個話 就有點 失去了一個分寸 那 這個不光是 一個政治人物失言的問題 因為一個政治人物真的不湊巧 如果讓他當上 中華民國總統的話 那你過去的失言 你就會永遠成為一個歷史的印記 成為一個歷史的一個符號 人家就會拿這個來攻擊你 你就會進退失據 所以我認為堂堂正正的 釣魚島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 釣魚島就是中華民族的領土 那在過去 在梁蔣的時代 我這邊有一個信封 非常特別的地方 請那個 這個字非常小 攝影大哥未必take到 就在台灣的這個中式信封 這種中式信封的背面 都印了台灣地區的 各地的郵遞區號 那這個郵遞區號呢 他把這個釣魚台列宇 釣魚台 釣魚台列宇 把它列在宜蘭縣 它屬於宜蘭縣的管轄 他的 郵遞區號的號碼是290 有這個郵遞區號 那換句話說 柯文哲你在那邊講說 這個漁民不要 未必在乎那塊土地 漁民在乎的是捕魚 你如果只講這個的話 如果你只把釣魚島的位階 降到這個層次的話 那是有問題的 是會存在問題的 也無怪乎 我看這個藍綠都在批評他 在指責他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 就是釣魚島毫無疑問 他就是屬於我們中國人 那我認為大陸 他捍衛他的領土 我認為做得非常好 他時時刻刻 他就派他的海警 甚至於海軍就過去 就在那個領海 領海的這個範圍裡面 他就繞著那個島巡逸 甚至於有日本的 不管是官方的 或者是民間的船隻在那邊 他都驅離 我認為就是一個國家堂堂正正 捍衛他國家領土 就是應該這樣子嘛 就應該拿出這一種 真正的力量 讓人民感受到 這個國家這個政府 他是真正在捍衛國家的主權 捍衛國家的領土 我們現在 我是一個文人啊 我只能在這邊喊 只能在這邊呼籲啊 但是為政者 大陸他就做對了 台灣我覺得 從李登輝一直到現在 台灣的政府 過去可能馬英九的時候 偶爾還會派這個這個 軍艦啊 或者是海巡去護漁 這個也是對的啊 可是呢 不光是護漁啊 我剛剛講 一個領土啊 一個哪怕是一個島礁 一個島嶼 它有地緣政治的意義 有它的地理資源 自然資源的意義 比如說它有經濟海域 200里的經濟海域 在這個 比如說沖之鳥礁 為什麼日本他說 它就是島它不是礁 就是在爭一個經濟海域嘛 那你 日本是寸土必爭啊 而且斤斤計較啊 那我們為政者更應該寸土必爭 更應該斤斤計較才對啊 更何況 釣魚島本來就是我們中國人 這完全沒有退讓的餘地啊 那所以 我認為一個執政者就是要跟大陸一樣 我就是要派軍艦 我就要去那邊繞 那代表 這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 當然大陸已經代表 全體中國人去做這件事 這件事情真的是 值得大家來嚴重關注啊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關鍵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畏全世敢說真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說真話 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